上一讲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发电厂的运算复合 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介绍 上一讲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变电锁的运算复合 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发电厂的运算功率 那么我们知道了变电锁的运算复合包括哪些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就知道发电厂的运算复合 它所包含的内容 它的用途呢实际跟我们刚才讲的变电锁的 它的运算功率呢是一样的概念 只是呢它现在呢是一个发电厂 它是向系统提供电源的 那么变电锁呢它是供应的呢是一个复合 那么是从系统的吸收功率的 它所最大的不同在这儿 那么我们一般呢变电锁发电厂呢 它的这个运算功率呢 它还要包含一些一般在发电厂的 积压母线上也就是说发电厂的出口 电压的母线上一般都皆有地区复合 都皆有地区复合 同时呢我们这个发电厂呢 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厂用电 它也有一定的厂用电 那么这个厂用电复合呢 我们和地区复合呢 我们都必须把它归到发电机的 这个等值的功率当中去 那么这样我们如果现在 把这个发电厂比方S1 是发电厂的这个S1呢 它是这个 发电厂发出的功率 也就是发电机最原始发出的功率 那么我们把这个厂用电 也就电厂本身的用电复合 归到这个地区复合里去 那么我们就可以呢 在发电机的母线这儿 把它用两个功率表示 当然我们从最原始的这个网络图 做到这个图的时候呢 就是要经过了一个参数计算 和参数的归算 那么由于呢 这个发电厂它是电源 输送电源的 因此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的并联之路呢 放在了它的末端 其实你放在这个始端也是可以的 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 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 尤其是我们在近似计算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知道 这个具体电压是多少 要用网络的额定电压来计算的时候 那么我们一般 一般情况下用额定电压来算 那么它你加在这个电源侧 和加在这一侧呢 实际上是变化不是很大的 变化就是说 它影响对整个结果的影响 不大 那么在都是UN的情况下 是一样的 你放到哪地方计算 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只跟电压有关 好 对这个网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这样 这个呢 这边也是一个跟系统连的 这边也是跟系统连的一个高压母线 这边呢 它还和其他网络连 那么我们可能可以把其他网络呢 把它等值成 比方说我已经把这个地方 用一个运算功率 或者用一个运算符合 已经等值好了 这地方就已经是个运算符合了 那么这地方就相当于两个 这边也是一个电源点 这边也是个电源点 用两个电源点来供这个复合 把它可以看成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系统当中呢 我要用开始网来做计算 我就可以把这部分 先用一个功率来表示 那么这样 变压器呢 我们还是用一个革新电路来表示 来用革新电路来表示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这个变压器 所有的参数呢 我们都归到了高压侧 就变成这样 那么变成这样以后呢 变电所 发电厂的运算功率呢 它实际包含的仍然是五部分 它包含的仍然是五部分 一部分呢就是这个S1 也就是我们的发电功率 和地区符合的和 那么然后再考虑这个变压器的 并连回路的损耗 再考虑变压器串连回路的损耗 那么所不同的是什么呢 所不同的是 我们这时候呢 发电机的功率是往外从电源端向符合送的 那么因此我们在求这个变压器串连之路的 这个始端功率的时候 对吧 它和电源端连的这段我们认为始端 求这个始端功率的时候 它应该等于发电机的功率 加上这个 这个这个符合功率 那么这时候的符合功率呢 因为发电机功率是注入母线的 而这个符合功率是 从母线抽出的 因此它们两个应该是相减 得到了一个等值复合 然后再减掉 对吧 我们在刚才计算变压器的 等值复合的时候 是要对这些所有的串连之路 并连之路都要把它加上 而现在呢 需要把它减掉 这个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要减掉它 因为我们最后提供的这个发电机的这个 运算功率是实际送到网里来的 那么你发电机发出的这个功率 一部分提供了地区符合 一部分消耗在了变压器的并连之路上 另外一部分消耗在了变压器的串连之路上 因此呢 我们要拿这个S1减掉地区符合 再减掉变压器的并连之路的损耗 那么然后呢 再减掉串连之路的损耗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发电机的等值的复合 就是SG 这就是发电厂 它送到高压母线的功率 从这看呢 就是这的功率 我们得到这个SG呢 就是得到了这个功率 然后我们再考虑 和它相连的两端的这个充电功率 那么这时候大家也要注意 充电功率呢 它实际是增加了发电机的感性无功的 因为它是充电功率 我们把它并成一个系统的时候 把它并成一个符合的时候 它应该是加上这个两端的 左端的线路的充电功率 和右端线路充电功率的一半 这个符号上要特别小心 它跟这个运算复合和运算功率的不同 就在这儿 就是说它包含的项数是一样的 那么它们两个最大的不同 一个呢 是从网络里吸收功率 那也就是你网络里给它送功率 一个呢 是它向网络里注入功率 那它最大的不同呢 是这样两个不同 那么因此我们计算的时候就要注意 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时候的变压器的损耗 我们没有给出具体的公式来 但是呢 算这个变压器的它的串联回路的 算变压器串联回路的功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它是等于发电机发出的功率 S1减掉复合功率 再减掉变压器的并联之路的功率 以后的功率 再来用这个功率的有公平方 加上无公平方 再去除上一个 UN的方 然后再乘上RT加J的XT 这个公式呢 我们虽然没有写出来 希望大家自己能够把这个达尔塔SZT呢 写出来知道它是什么值 那么然后呢 这个达尔塔SYT 这就是变压器的并联之路的损耗 变压器并联之路的损耗呢 等于网络的额定电压 去乘上一个GT加上J的BT 这个呢 这个就是变压器并联之路的功率损耗 好 那么有了这些 以后 我们就可以呢 再把变压器的 发电厂的 符合端的功率呢 减掉 也就是你地区符合减掉 那么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发电厂的等值电源功率 它等值电源的功率 也就是变电锁高压母线 变电锁高压侧注入系统的点 这个功率方向一定和运算 符合的功率方向搞清楚 那么最终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值 好 得到这个值以后呢 那么发电厂的运算功率 我们用S级一撇来表示 用S级一撇来表示 那么实际上它就等于 相当于呢 从它的功率方向来看 它相当于减掉一个负的充电功率 减掉 就是线路一的充电功率的一半 再减掉线路二的充电功率的一半 那么两个负值相减变成相加 那么这个相加呢 从物理概念上很清楚 到物理概念上很清楚 对吧 因为呢 我们这个发电机发出的Q级 是一个感性无功 而我们输电线路提供的功率呢 也是一个感性无功 那么它送到系统当中的无功功率呢 应该是它们三个之合 送到系统的无功是三个之合 而这个P级呢 是发电厂输出的无功 减掉了地区复合的有功 那么发电厂发出的有功 减掉了地区复合的有功 再减掉了变压器并连制度的有功 再减掉了变压器串连制度的有功得到的 最后我们就得到了发电厂的 它的运算功率 用S级一撇来表示 发电厂的运算功率呢 我们的符号要注意 和运算符合的符号不一样的 运算符合箭头向下 而发电厂的运算功率箭头向上 如果你用箭头向下的功率表示的时候 那么它就要变成负值 箭头方向变换 那么这个功率的变换也得变换 这样我们就把这样子一个 中间带有一个发电厂的一个 这个功率呢 把它用发电厂的运算功率代替了 那么其他的计算方法 还和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开示网的潮流计算的情况完全一样 它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种呢 已知之到同一端 同一端的电压和功率 那么我们就从已知端 将未知端一步电压 一步功率 或者说一步功率一步电压的来计算 如果我们知道的是 不同点的功率和电压 那么我们就先呢 从已知功率点向 未知的功率点 先推功率的初步分布 然后再从已知电压点 再来进行全网电压分布计算 各算一次就行了 这地方要注意的就是呢 比方说我们已知的是末端的功率 算到这儿的时候 那么这个功率的方向是想指向这个末端的 而这个地方的功率呢 一定要它减掉它是这儿的功率 而不是加了 主要原因呢 是由于这个功率是一个运算功率 它是一个运算功率所造成的 只要注意这个功率的流向 注意方向 那么其他的计算方法 跟前面介绍的运算复合的计算方法 完全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发电厂的等值的 发电厂的运算功率的计算过程 这里主要要注意的就是它的 功率方向 以及线路的充电功率的方向问题 好 有了上面的这些基础 我们下面呢 就可以给大家介绍环心网的潮流计算 我们前面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开示网的 这个潮流计算 我们在讲 这个电力系统的接线方式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讲到 环心网呢 它的接线方式呢 属于一种 这个有备用的接线方式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些复合 它的复合呢 都可以呢 从两个方向取用电源 比方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单一环网 它是由一个电源 它由这一个电源 来给这个网的复合 这个五接点也是个复合接点 五接点也是个复合接点 那么 这个六接点也是个复合接点 那么这个是个电源接点 那么这个五接点和六接点的复合接点呢 它实际上都可以从两个方向取用电 从两个方向取用电 正常的情况我们可以假设 当然环心网的功率分布呢 它实际上不是能够假设出来的 是要根据你的计算 计算出来它的功率怎么分布 就是怎么分布 我们先假设 假设呢 它的功率呢 比方说六的功率呢 是由线路三来提供 那么五的功率呢 是由线路二来提供的 假设是这种情况 假设是这种情况 那么一旦 一旦呢 这个线路三发生了故障 比方这上面发生了短路故障 那么线路两端的开关 就会自动的把这条输边线路从网络中切除 那么切除以后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是环形网 是个开始网 像这种辐射型的网 没有这个L2的话 那么这一点呢 整个变电所 也就是T3这个变压器就失电了 它没有功率在能流过来的 那你没有回路提供它 那么这时候整个这个地区呢 就要停电 但是我们把它还起来以后就不一样了 在我们把它还起来以后 当这条线路输电线路三 它这个电源 就它断掉以后 那么我们的这个变电所3呢 它仍然可以通过变电所1变电所2来供电 当然这时候的这个供电质量可能有点差 为什么呢 因为它经过这条线路上的压降 又经过这条线路上的压降 但是它至少它是有电源的 有电源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 通过一些电压调整 或者一些补一些无功 来保证这点的电压 总是比你让它没有电压 它的供电可靠性要强得多 那么这样呢 就说明对这样一个环形的网络 它的供电可靠性 比这个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这个放射性的 或者是干线性的 或者是链式的这个开始网络 它的供电可靠性要提高很多 但是这种情况下 它的潮流分布呢 实际的比较复杂 它不像是开始网络 我很明显 比方我们没有这个线路2 那就很明确 它的功率潮流方向一定是从它流到它 它从它流到它 而在这个环形网络里 我们即便是假设了这个功率 是这样流 这个功率这样流 那么这个L2上的功率怎么流呢 你还是不知道 对吧 那么必须还要进行这个环形网的潮流计算 那么我们这一讲里面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环形网的潮流计算 环形网呢 它实际上呢 有两种形式 一种呢 就是这种环网 单一的环网 由一个电源给复合来供电 那当然不一定是两个复合的 也可以多个 那么我们为了说明它这个环形网的潮流计算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 我们给大家是两个复合 当然你一个环里也可以还有再多的复合 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两端供电网络 这两种方法呢 它的这个计算的公式 分析的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最后得到的公式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 好 对这样子一个单一的环形网络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呢 要根据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 这个变电所的运算复合 或者是发电厂的运算功率 把这个环形网络呢 我们把它简化成只有线路主抗的一个等值电路 那么根据前面的计算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根据前面的计算 我们已经知道了 当我们把变电所呢 用隔行电路表示 把输电线路用派行电路表示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变电所和跟它相邻的两个输电线路的并连之路呢 可以把它化成一个等值的变电所的运算复合 那么我们把这个变电所二呢 也把它用等值的变电所的运算复合来表示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网络呢 就可以把它化简成只有线路主抗的一个网了 只有线路主抗的这样一个网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把刚才这个环形网 比如说这是变压器的 这是变电 这是发电厂的 这是这个发电厂的发电机 因为我们只是对它发电机的这个出口的功率感兴趣 那么我们一般呢 已知的这个发电厂时端的功率 或者呢 我们已知的是这个母线1的功率 这是这个变电锁的功率 因此呢 这个变电锁的这个功率呢 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网络的计算 影响并不是很大 对 并不是很大 那么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假设 我们已知高压母线的电压 那我们假设已知高压母线的电压 那么已知高压母线电压 只要我们能够算出 只要我们能够算出发电厂高压测 也就是说发电厂注入高压母线的电压 我们只要能算出这个功率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的变电锁的符合 就可以算出来 那么进一步呢 我们可以算出来发电厂低压测的符合 那么这个问题实际就变成了 如果我们已知两个变电锁低压复合母线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环心网的潮流计算 我们要求出来的是 已知的是发电厂高压母线功率 我们最后求出来的呢 就是发电厂所发出的功率 和这些变电锁高压母线的电压 那么进而算出它低压母线的电压 以及这个网络上的功率损耗 那么以及线路上流过的功率 包括发电厂低压测的功率 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我们把三条输电线路呢 都用派形等值电路来表示 那么一和二之间呢 我们用串联之路用Z12表示 串联之路里面我们用Z12表示 那么13之间的这个串联组抗 我们用Z13表示 23之间的串联组抗呢 我们用Z23来表示 这些对地之路呢 我们一会儿呢都把它化解掉了 对地之路我们一会儿都把它化解掉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点 你看这变电锁的低压测母线 这变电锁是隔行电路 只不过我们现在隔行电路的 并联之路呢 画成这样子 但你也要习惯看 这是变压器的一个等于电路 这是它串联之路 这是它的并联之路 然后把这个末端的符合是移植的 那么末端的复合 然后呢我们再加上变压器的串联之路 损耗 加上并联之路损耗 再加上和它相邻的两个输电线路的损耗 我们实际上在这一部分呢 就可以呢用它的这个 变电锁的等值这个运算功率来表示了 用变电锁的运算功率 这地方呢 这个网呢 它只是把所有的并联之路 把它并在一起了 那么变压器的并联之路 两个输电线路的并联之路 它都用导纳把它表示出来 然后呢 这个网里只剩下串联部分 然后我们对这个网呢 重新编号 把发电机我们已知点的电压 编成一号 那么这个编成二号 这个编成三号 最后我们把这个网划剪成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它的这个运算复合来 那么在这个划成它的运算 它的运算复合的时候 我们还是假设 全网的电压呢 为额定点压 认为这个全网的电压为额定点压 然后我们把这个它的运算复合 或者如果底下是发电厂的话 我们就用发电厂的运算功率 把它接到这些点上 那么这地方我们为什么用用括号里面 用个电流表示呢 那么这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 如果我们在这个认为全网的电压都是额定电压的情况下 实际上它的电压和功率呢 它们两个是成比例的 那么因为S这个I这个I2呢 也就是这个这点的注电流2呢 它等于S2除上一个电压 它也等于S2除上一个电压 那么全网都是额定电压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电流来表示 因为本身这就没有不考虑损耸耗 我每一点电压都是额定电压 那就没有考虑电压损耗 那么既然电压没有损耗的话 串联回路的电流是一样 那么两端的功率也是一样的 那你这时候不管怎么样 两端的功率一样 那就表示我们现在没有考虑功率损耗 既然没有考虑功率损耗 那么电流的分布呢 就跟功率的分布是一样的 就跟功率的分布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样子一个网 对这样子一个网呢 我们可以列出它的一个回路电流的一个公式 列出回路电流法 根据回路电流法 列出它的这个公式来 对这样一个回路 我们如果假设流过这个Z12的电流呢 用S用IA来表示 我们先用电流来写 先用电流来写 那么它的整个这个回路的电压降 整个这个回路电压降 就等于IA乘上Z12 也就是IA乘上Z12是这一部分 再加上这个电流呢 和这个S2这个电流的核 向量核 流过Z2 流过这个Z23上面的压降 好 然后呢 再考虑这个 这个电流 那我们用电流表示的时候呢 那么 表示这个功率 那能这样表示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网络各点的电压 都是网络的额定电压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Z3的压降呢 就等于IA加上I2 再加上A3在上面的压降 好 整个网络的电压降落 很显然是等于0的 对吧 很显然是等于0的 其实 如果你觉得这样写 不清楚 对吧 那么 你看不懂 你就还用公式来写 对吧 还用功率来写 这地方呢 你还是把它写上SA 对吧 这个还是用S2 S3来表示 对吧 你电流 这个功率 总是从电源端过来的 对吧 那么 你把它就写成了 这个S 除上一个UN 这个呢 就变成S2除UN 这些都是S3除UN 但UN大家相同 你提出来 把它 这边是0 还是划掉 对吧 还是没有 对吧 因此我们把它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的时候呢 那大家要注意 我们这时候呢 电流呢 是用注入系统的电流表示的 对 用注入系统的电流 那么你只有用注入系统的电流 那这个地方才用加 就相当于我们这用注入的公式 来得到这个 用回路电流法 得到这个简化等值网络的一个电压平衡方程式 由于它这个网里面 整个压降为0 因为你这个 整个压降为0 所以这边等于0 然后我们再把它化成功率来表示 然后我们再把它化成功率 化成功率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 电流呢 它和浮功率之间呢 有一个这个 就是电流呢 浮功率呢 它是等于电压乘上电流的共额 那么这样你把这个电流化功率的时候 那么它就存在一个共额的方向 包括你化功率的时候 它是符合功率是从电源点抽出的功率 电源点抽出的功率 那么因此呢 就有代负号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这个电压回路的 就是回路电流的这个方程式呢 我们把电流呢 又把它换成了功率 这里面考虑了这个功率的方向 另外考虑到电流和这个功率之间呢 是共额的关系 那么就得到了这一公式 就得到了这一公式 当然这一公式呢 一定是在认为 这个所有的电压呢 我们都近似认为是 网络额定电压的情况下得到的 好 得到这一公式以后 得到这一公式以后呢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要求什么呢 要求这个SA 要求SA 因为这个S2和S3都是已知的 它是网络里面的复合 也就是变电所低压侧的复合功率 它是已知的 再一个这个Z12Z23Z31呢 都是网络参数 它都是网络参数 那么也是已知的 网络参数也是已知的 所以在这个公式里呢 唯一不知道的呢 就是SA 不知道SA 而SA表示的是什么呢 SA表示的是 这条线路上面流过的功率 当我们不考虑功率损耗的时候 这时候的功率就是电流 那么这个功率和这端的功率一样的 我们没有电压降落 那么这时候的功率呢 就跟电流一样的 那么这个我们得到的这个SA 就是这点的SA 那么知道了这个SA 知道这个S2 那么根据功率的流向 我们就可以求得 在这个Z23上流过的功率 那么这功率知道 那么这个S3知道 那么这条线路上面流过的功率就知道了 那所以我们求这个SA呢 是很重要的 知道这些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不考虑电压降落的时候 这样一个环形网的功率分布 那么因此我们从这公式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公式呢 把这个把SA 包括有SA的这一项呢 我们把它全部提出来 对吧 那么Z12和SA有关 那么Z23呢 和SA也有关 A31呢 和SA也有关系 是吧 好 把它提出来 然后把其他的 这个Z23和Z2 Z13和Z12 这些呢 我们把它放到等号的右边来 因此这些负号都变成正号了 那就是分子上的这一项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SA提出来 那么把这个Z12加Z13加Z23把它除过来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流过Z12的功率 然后把这一项 然后把两边同时共额 把两边同时一共额 一共额呢 原来的这个功率的共额就没了 而所有的阻抗都要进行共额 那么这个公式呢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公式呢 它从这个形式上看 这个公式呢 与我们在力学里学的杠杆的力矩平衡公式相似 实际上呢 它就相当于呢 我们把这个环形网络从母线1分开 从母线1分开 那么我们把它像杠杆一样的拉直 也就是这时候呢 这个S2 S3呢 像是加在这个杠杆上面的两个力 那么这个阻抗呢 就好像是这个杠杆上的距离 我们为了保持这个杠杆的平衡 比方我们以这个拉开以后 我们以这个一一撇这边呢 作为一个支点 然后我们在杠杆上加了两个力 那么为了保持这个杠杆的平衡呢 那么SA呢 就是为了平衡它的力 就一定呢 等于呢 那么它的力矩乘上力B的代数核 这是跟我们力学里面的这个力矩平衡公式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我们先看 这个图就是这样 图就这样 那本来是个环形网 这个1和1撇是一点 由于它们两个是一点 电压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拉开 对吧 从1这地方拉开 那么然后我们以呢 这个1撇为支点 然后S2和S3呢 相当于作用在整个这个杠杆上的两个力 那么这时候呢 SA呢 它就必须要有一个反方向的力 保持住让这个杠杆平衡 那么这个力呢 就跟我们力学里面 我如果要求这个力的时候 这个力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S2的这个力 对你支点这点取具 那么就相当于S2 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力 乘上整个这个力弊 这个力弊呢 我们把这个阻抗呢 看成是它距离 这个力呢 距离支点的这个距离 那么它的这个力弊呢 就等于S2加上这段的距离 加这段的距离 那么在我们这呢 就相当于S2乘上一个Z23加上Z21 这是一个 另外还要跟这个力平衡 S3这个力平衡 S3这个力呢 它就等于S3乘上这个距离 这个力呢 乘上这个距离 那么等于S3乘上这个阻抗 它呢 要跟这样两个力来平衡 那么也就是说我要求这个SA的时候 我根据力矩公式 我们把这个公式呢 因为它类似于力学里面的力矩法 所以我们在电力系统的环性网络计算里 我们也常常把这种方法叫做力矩法 根据这个力矩法呢 我们要求SA可以马上写出它的公式 它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力乘上总的长度 等于它这个力乘上这个长度 加上这个力乘这个长度 只不过在我们这呢 我们这个杠杆之间的距离呢 是用阻抗表示了 用阻抗表示了 那么如果我们写出来 用力矩法写出来 那么就是SA乘上Z12 当然这地方呢有共额了 对吧 乘上Z12加上Z23加Z31 它是等于S2乘上Z23加Z31 再加上S3乘上Z31 就相当于我算自己公式的时候 它就等于这点对支点取句 加上这点对支点取句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得到 按力矩法很容易得到这个SA 那么用这个类似的方法 用类似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SB算出来 SB呢那就相当于我们把1做支点 相当于我们把1做支点 那么它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SB乘上三个组抗的共额 那么SB乘上三个组抗的共额呢 就等于S3对一点取句 S3对一点取句等于什么呢 它的利句等于什么呢 等于S3乘上Z12加上Z23 S2呢再加上S2对异取句 S2乘上一个Z12 那我们就把这个B 那个SB就求出来了 当然呢我们这个SB呢 也可以用前面的方法 用我们前面 前面我们推这个公式的时候 是用SA来推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公式里 我用这条支路来推 我们用这条支路来推 那么也就相当于这个SB乘上这个组抗 等于SB加上或者是减上这个S3 那用电流呢 那就是IB乘上组抗 加上IB加这个I3乘上这个组抗 然后再加上IBI3I2乘这个组抗 那么最后我们推得的公式 一定跟我们刚才讲的 例句法得到的这公式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是 那么我们这个得到呢 这个SB你看就等于按我们刚才讲的 对吧 那么就相当于是用例句法呢 就等于S3 S3呢 它乘上一个Z23乘上一个Z21 那么这时候呢就流过这个SB的 流过SB的 那么流过SB的我们算得以后 我们算得以后 那么我们在这个网里面呢 就相当于这个流过这个Z12的和流过Z13的功率 全知道了 那么我们不知道的呢 就是流过Z23的功率 那么在不考虑电压降落 认为全网是额定情况下 那么Z23呢 它一定就等于什么呢 Z23一定等于ZSA减掉S2 或者等于SB减掉S3 两个随便哪个做都可以 因为你这个网里就相当于 我们功率的做法 现在就相当于是电流 你必须要保证这个电流是相等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检验我们的结果计算是不是正确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验 就是我们得到了SA和SB以后 在没有功率损耗的情况下 这就相当于是两个电源 那我有两个电源来给符合供电 那么在没有损耗的情况下 那么一定满足这个 SA加SB一定等于S2加S3 我们用例句法 那么我们把这个公式算得以后 那么就用这个功率平衡的方法来检验一下 看对不对 就是看你算出来的对不对 我们现在因为是两个之路 如果我们之路点很多 也就是这个网里面 它环形网里面 它这个供电的负荷比较多的情况下 方法仍然一样 对吧 还是用这种例句方法来进行计算 我们只要掌握了例句方法的 它的基本的原理 那么我们只要照公式去做就行了 对吧 就照公式去做就行了 比方我们这地方还有一个符合 对吧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符合 那当然你也要有一个例句 对吧 你这地方还得要有个例句 对吧 那么你要求这边的功率的时候 那么就相当于 它要等于这个符合 对这边的例句 加上这个符合 对这的例句 再加这个符合 对这个例句 就可以得到这边的这个平衡力 对吧 那么你再多 都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做 对吧 那么做完了以后 它都一定要满足什么呢 你得到的两端电源供给的复合 一定等于复合的这个功率 那么我们做完 用例句法做完以后 实际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初步的功率分布 你要来验算一下 用这个办法来验算 看它是不是正确 用这个方法来验算 看它是不是正确 好 那么得到这个用例句法把两边的电压 两边的供电功率得到以后 那么我们这个S23呢 根据功率的流向 根据符合功率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得到这个值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第四步的计算 就要计算整个网络的功率分布 而前三步的计算呢 我们都只是得到了一个近似的功率分布 它并不是最终的 它并不是最终的这个潮流分布 那么既然不是最终的潮流分布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 就是说我怎么样来把 因为你本身这个潮流计算 就是要考虑功率损耗的 本身计算是我们要考虑功率损耗 我怎么来把功率损耗加上去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四步 我们在不考虑网损的时候 按照刚才例句方法 我们可以求出两端的功率来 然后我们把S3上面 也就是说Z23上面流过的功率呢 也可以计算出来了 那么这样呢 就相当于我们得到了 不考虑网损时候的 各条线路上面的功率 初步的功率分布 那么根据初步的功率分布呢 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功率分点 因为我们是用一个电源 来给环心网的两个符合供电的 那么它的这个功率呢 一定有个功率分点 对吧 功率分点呢 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在某一个复合点呢 它一定的功率是由两方面提供的 一定是两方面提供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拿这个图来看 就是说呢 它不会是 刚好这个SA呢 就等于S2 SB就等于S3 而这个路上没有功率流过 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 当然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有 那么根据我们计算出来 我们算出用例句法算出SA和SB以后 那么我们可以用SB减掉S3得到这条支路上的功率 也可以用SA减S2得到这个支路上的功率 那么随便 假设 假设我们现在呢 用SB减S3得到这个上面的功率 我们这时候得到的功率 如果是正值 如果是正值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值呢 它有一部分 就是说呢 S3呢减掉它得到的正值 那就说明我们的S3呢 它是由两部分功率提供的 一部分呢 是由SB提供 一部分呢 是由2到3提供的 如果我们拿SB减S3得到这个值是个负值的时候 那么一定用SA减S2得到的是个正值 那么正值呢 就表示我们的功率是从2流向3点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从这个初步的功率分布图上 我们就看到了哪一点是功率分点 那么一定3是功率分点 那就相当于我3的符合呢 它由两面供给的 一边SB供给 一边呢是S23供给的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3呢 把它分成分解开 就把它从这分开 从这分开呢 那么我们就得到两个功率 一个功率S3一撇是等于SB 另外一个功率呢 S3两撇是等于S23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一个环形供电的网 把一个环形的网就把它拆成了两个开始网 那就把它拆成了两个开始网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步 对吧 我们就把它拆成了两个开始网 那么要拆开始网呢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要找到功率的分布点 要找到功率分布点 得到了这个功率分布点以后 我们呢 第五步 就是从功率分布的 就功率分点处呢 我们把网络拆成两个开始网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按 已知不同点的电压和功率的方法 再从末端到始端 进行功率分布的计算 然后从始端到末端呢 进行电压分布的计算 我们在第四步以前 主要的目的是找到功率分点 找到功率分点 就是我们按初步的功率分布 找到功率分点以后呢 那么我们再把网络的网络 所号再叠加上去 等于前面我们计算的时候 都没有考虑网络的所号 也没有考虑电压的降落 那么我们找到功率分点 把一个环形网 分解成两个网以后 那么两个开始网 那么就可以用我们前面讲过的 以及不同点的电压和功率 来进行这个开始网的潮流计算 来进行开始网的潮流计算 那么我们拿上面这个图来看 如果我们猜3的这点呢 把它拆成两个网以后 拆成两个网以后 那么比方对于这边这个网来说 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是 已知的是U1 那么这边末端的功率 我们已知的是S23 S23加SB 一定等于S3 但是我们把它分成两个网以后呢 那么这个功率也被分成两部分了 就我们刚才讲的 那么一部分呢 是S3 一撇 S3一撇呢 就等于SB 那么S3两撇就等于S23 好 那么这个S32我们知道 那么我们根据网络呢 先认为它是额定点压 把这个网络上的功率损耗可以求得 那么这样我们就求得了这一点的功率 原来我们认为两端功率一样的 在拆成两个网以后 你就不能认为它是一样的了 对吧 那么就得到了它考虑损耗以后的这个电压 这个功率 这功率再加上S2 我们就得到了Z12这个串联回路的始端的功率 得到这个功率以后 得到这个功率以后 那么我们再以网络额定电压为基础 以网络的额定电压为基础 那么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上面的功率损耗得到 那么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最后算出的SA1撇 SA1撇呢 跟我们前面用例句法算出来的不同就在于 SA1撇呢 是考虑了损耗了 而这个SA呢 是我们例句法没有考虑损耗得出来的值 得到这个值以后 然后我们又知道这个U1 那么我们根据U1 根据前面的功率分布计算 是不是可以算出这个U2来 然后根据U2 我们又可以算出U3来 对吧 那么对于这边的网络一样 我们把它拆成两个开始网以后 这边呢 它就是一个组抗 那么这是我们得到的S31撇就等于SB 然后呢 我们还是以额定电压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S 把这个V3E上面的功率损耗求得 那么U3E的功率损耗加上原来的这个SB 是不是就得了U1撇出的这个功率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注意 对于S3这个电压有两种求法 一种呢 就是从U1算到U2 U2再算到U3 还有一种呢 我们直接从U1算到U3 那么很显然 对于S3这个节点的计算呢 还是以U1撇来算U3 相对准确一些 因为U1撇呢 就等于U1 这个电压是已知的 对吧 那么我们用已知电压 再加上减掉这个网络上面的功率损耗 就可以得到U3 当然呢 因为整个计算是比较粗略的一个估算 那么当然你一定用U2来算 也不会差 但是这两个电压 一般情况下是算出来是不一样的 两个情况下算出来是不一样 但你随便用哪边算都可以 这个都不能算错 对吧 因为本身就是一种近似的估算 这样呢 我们就把一个环形网络 我们就把一个环形网络的计算呢 那么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这一讲呢 就到这儿 我们就把一个环形网络也订了 我们就把一个环形网络的糊子 算是这样 感谢观看